看报看报 昨夜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 抢劫杀人 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 抢劫杀人了 杀日本人了 来在日本领事馆 哪儿真大 是国自备还是公自备啊 谁知道 这杀日本人就是好样 小少爷 你可回来了 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是明太回来了吗 是明太回来了吗 小少爷回来了大小姐 我回来了 大姐 给我跪下 你是不是玩疯了 你心里还有没有家里人了 你昨天出门的时候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一夜你都不回来 你都干什么去了 戒严了 我走不了 走不了 走不了你不会给家里 打个电话回来呀 家里人有多担心 你知不知道 好了 大姐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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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回来就好 别自己吓唬自己 怎么了 一整晚都不回来 害大姐担心了你一夜 烦你鬼你还委屈了 我本来是想回来的 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同学们都不爱搭理我 他们说我大哥是罕奸 说我是罕奸家属 这些孩子 说这些干什么呀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有的同学还骂我 赶我走 他们说 除非我大哥脱下汉奸这身皮 才愿意跟我做朋友 我告诉他们 我大哥虽然在政府工作 可他一定不是个坏人 要不然我大姐也不会放过他的 是吧 大姐 你这些同学呀 你这些同学呀 实在是太不讲道了 那你就该赶紧回家来嘛 我当然不能回来了 我说不过他们 我喝酒也得喝过他们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喝多了 他们倒了我也倒了 我还摔了一跤 肘表也不紧了 摔着了 伤到了没有啊 我把脚给摔坏了 疼死我了 你快起来给姐姐看看 伤到哪儿了 阿诚 我过来扶一下呀 要紧不要紧哪 来来来 坐下 让我看看 都跟你说了 小心看了 你们看看呀 这一跤摔成这个样子 你的那些同学业太过分了 什么叫罕见家属呀 这好好的同学聚会 替这些事情做什么 你们两个 以后在家里脱下这条狗皮 不要再穿了 听到没有 看了名台年类的 是 以后在家里不穿了 还疼不疼啊 好 赶紧给苏医生打个电话吧 让她来给打一阵破伤风 免得感染 走走走 上姐姐屋里去 慢点 阿湘 赶紧把那个姜汤 给小少爷热热端过来 好的 再去拿些干净衣服 来给明台换上 知道了 卫衣啊 你去拿点酒 给明台擦一擦 小姐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款 这个竞价是包金的 是最新到的货 您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忙啊 好不好看 你戴什么都好看 不要了 为什么 你挑眼镜的眼光太差 你把我叫来 就是为了数落我 你以为呢 我以为你想见我 你那天的眼镜太难看了 我要送你一副 真的 你送我 把你们这儿最贵的眼睛都拿来 好的 谢谢 送眼镜也是要谢谢你 昨晚青石镇的日军军需库 发生了大爆炸 你们的杰作 新四军小分队的杰作 还要谢谢你的情报呢 我们的地下刊物上 刊登了这条消息 投递到了伪政府的各个机关 沉重地打击了 汉奸们的嚣张气焰 功劳部记上你一笔 别整理把我拉下水 我以为 你一直在水里 怎么讲 送你一句话 在民族生命危急万壮的现在 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 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谁说的 我当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 说得好 说得好 看着救我 是每个中国人的事 不分彼此 我跟你分过彼此吗 先生 这些都是我们店里 最好的眼睛了 你帮我听 好 就这个吧 好的 请稍等 我想请你帮个帽 正事来了 说吧 在斯格特路帮我租两套房 干什么用 这个你别问 为什么要在斯格特路 那里捉发海公关很近 警察和巡逻的特务也特别多 任务需要 房子什么时候要 星期四下午以前 必须准备好 房子我已经看好了 对接乡下 在此刻特鲁公寓 一百三十七号 二十八号 听起来有点复杂 做起来很简单 那钱呢 钱谁住 你先借给我 是成了我还你 贵党让你来跟我借钱 就是不准备还 是我个人借的 先生 这是您的眼镜 多少钱 二十 太太说了算 来 太太说了算 这天景真不错 咱们去早卧公园认证吧 好 不行 我还有事 来 约会啊 比约会还糟糕 相亲啊 你能掐会算啊 真相亲啊 没办法 家里人帮忙 误色了个富家公子 据说是读书人 一直在国外留学 将来说不定 还在国外教书呢 咱俩还真有缘啊 误不相瞒 我今儿也相亲 你骗我的吧 我骗你干吗呀 没办法 我家里人给我 误色了一个千金小姐 据说知书达礼 聪明能干 听起来很优秀吗 不是我说的啊 是我姐说的 看你把相亲说得 稀松平常 你是过来人啊 没有啊 我是第一次 今年的第一次啊 这辈子的第一次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 我就是为了应付一下 我姐妹 我们就去见个面 打个招呼 回去说不喜欢不就得了 相亲也能讨价还价吗 怎么不能啊 难道还一箱就中呢 你在哪儿相亲啊 你要干吗 我要帮你啊 一会儿你跟那个男的 一见面 我就冲进来 我都拽脸的甩 你为什么要去拽脸 快起来 我们俩都好了这么久了 你怎么受到这种笑话呀 我们都快结婚了 起来啊 你别笑啊 我是认真的 好了好了 我真的要走了 等等 把这个拿着 把这个拿着 一会儿见面的时候 把他带上 那个读书人 一定不会对你感兴趣 都给了 好 我 您好 先生 请问您有预定吗 我找明总事长 好 请跟我来 先生 三号住在这边 谢谢 你这孩子 说好了时间 你怎么就迟了呀 你就算是要读书 也不能让人家程小姐等着你呀 太不礼貌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去买了点东西 迟到了 程小姐 请问方明 程锦云 我叫明台 我知道 来的时候 表姐和表姐夫交代过了 你哪里来的眼镜 这么难看 怎么戴得出来的 没关系 没关系 都是年轻人嘛 我们家锦云 平时也不戴眼镜的 今天也不知道 从哪儿弄了一副 这么难看的眼镜戴的 我说了 不得我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是 我说是 我还是想过 咱们 我拿到一副 我说 你怎么做的 我说那 我说都是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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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少爷不管是戴不戴眼镜 那在上海滩都一样是引人注目的 明家小少爷的口气 真的是大得吓死人哪 你说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呀 我为什么酸溜溜的 因为我答应家里人来相亲 你也出错了 你别太得意了 大庭广众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听说明台少爷在港大就读 学惯中心 现在是不是快开学了呀 怎么 我怎么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小姐 听说您是护士啊 是 护士的工作 是不是很辛苦啊 是啊 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诊所里每天都有病人 前些天有个人腿伤了 还特别不听医生的话 我想等他复诊的时候 好好教训教训他 哈哈 程小姐爱好体育锻炼嘛 是啊 爱好的 我家明台喜欢打羽毛球 是吗 她刚刚跟我说 她喜欢爬树来着 你都胡说那些什么 程小姐 你一定是听错了 我刚刚说我喜欢看电影 这个真是太好了 我听说 大光明电影院有新片要上映 不如你们两个约着去看电影啊 好啊 好啊 我们连片子都选好了 什么片子啊 白蛇传 这个太好了 正适合你们两个去看 锦鱼妹妹 你爱不爱看呀 你们不要见怪啊 我家小弟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程小姐 你要经常到我家里来做客呀 好的 谢谢大姐 我们家里的电话 给程小姐留了没有啊 表姐那里有 我这儿有 回头我给她 那就好 那就再会了 大姐慢走 再会 再会 慢走啊 明董事长 再会 你 慢走 我 再会 我 我不能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就 这女孩子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才好呢 你也有点怪怪的 大姐 回来了 这孩子怎么又睡这儿呢 今天带她去相亲 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累了 就先睡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跑进来 坐在那里就睡着了 小的时候明她一有心事 就会跑到我房间里来睡 等她睡熟了 我再把她抱回去 现在 我是抱不动了 您凡事都撞着她 都把她关坏了 今天相亲怎么样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简直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 两个人就像前世有缘一样 你说明台平时多挑剔啊 眼光多高啊 今天见着那个程小姐啊 就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宝贝 被她给食到了一样 一口一个锦云妹妹 也多亏得人家苏太太要急着赶回诊所 要不然也不知道两个人 老到什么时候呢 她们俩是不是以前见过呀 我也怀疑呢 我毁了沈她 她说她没见过 她不认识她 她说只是肯听话 要关我的心 还有呢 她说呀 相亲任务圆满完成 既然两厢情愿情投意合 她不记忆加快速度 年底定亲也是可以的 你说说看 这事是不是太顺了 顺得有点蹊跷 不过啊 想着因缘二字啊 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 缘分到了也就一顺百顺了 你只能这样解释了 只要她们自己喜欢 就比什么都好 可是明台看起来 为什么又像是有心事呢 她毕竟是个孩子 成家利益对她来说 有压力是正常的 那倒也是像她这个年纪 要是在乡下早就当上爸爸了 她早点成家早点立业 你怎么明见啊 你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了不是 是啊 这年头 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不过 我也只是猜测 不过 那个时候 正是伤害工人大把工最激烈的时候 许多共产党员都隐藏了身份 以利于他们发动工人 当然 也有可能是崩溃 或者是走私犯私的人 他们也会利用假身份 向走江湖 所以啊 明台的绅士 恐怕只能是个迷了 不管怎么说 大姐也养了她这么多年 就算她父亲现在来找她 您舍得可以吗 舍不得吗 舍不得吗 她也这么大了 有什么给 我给她 明台是个懂事的孩子 即使她认了自己的亲人 难道 会不认我这个姐姐吗 不愧是我家大姐 不愧是我家大姐 我把她叫起来让她回去睡 不要叫她 我去客房睡 那怎么好 我还是把她叫起来 是不是该吃晚饭了呀 吃什么晚饭 几遍了 我们都吃完了 那 我不吃了 我再睡会 别听你个瞎说 起来起来 晚饭当然会等你吃 起来 快起来 还是姐姐对我好 来披上衣服 别再着了凉 走 咱吃饭去 阿湘 快把饭热一热 吃饭了 吃饭了